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天地 我是陈静 就如同我测标所说的 老师的一个专业 老师的一个实力 你都看得见 为什么你都看得见 因为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有多少的一个专家 带你去抢进 生技类股的一个基亚云城 带你去抢进 生技类股的一个志群合一成德 甚至带你去 抢进太阳人族群的一个 中美金新日光茂迪 以及玉金 这些股票的一个时候 但是之前 老师就怎么跟大家说的 我说如果说你现在你手上 握有这些的一个 生技的一个肋骨 或者是太阳人的一个族群的一个人 你真的真的要万般小心 你真的真的要赶紧避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不论是一财获利王的一个泰伯 当时候五月九号我在FB事先跟他做分享 五月十五号的一个时候 我们带着一个会员朋友进场来做布局 然后到了五月二十八号 当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 我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见好就收 我们满满获利把它放进口袋里 如果你是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我相信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我时常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等到大家都一窝风冲进来的一个时候 别人要拼人让别人去拼 包括什么保健之王的一个合一也是一样 当时候不仅在四月二十三号的一个时候 老师把八仙过海的一个资料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当时候的一个股价才在五十一块 后来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来到六月二十号的一个时候 我们并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也告诉你 但是在这一天 在八十块的一个位置 我们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又把他开心给赚进口袋里 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甚至包含的一个 医美的一个商机的一个药芽 也是一样 当时候二十七号礼拜五 收在一百块五毛钱的一个时候 老师在六月二十八号礼拜六的一个 LV标股天地 跟所有的一个粉丝分享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时候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耀芽他还会涨 果然耀芽从老师在LV跟他说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连标四根的一个涨停板 可是当耀芽的一个股价来到一百二十九块的一个时候 老师在LV就提醒过大家 我说你要见好就收 如果说你是我们LV的一个粉丝的一个成员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再来就是要谈到的一个PI88的一个基牙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基牙 会套了那么多的一个人 为什么很多的一个老师 当时候在七月二十五号的一个时候 会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进场去做抢劲的一个动作 我想不外乎就是什么 不外乎就是公司派的一份的报告 不外乎就是公司派对于PI88 其中的一个解盲的一个报告 过度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期待 所以致使很多的一个专家 看到的一个当天的一个基牙的一个 开高的一个大长 就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 开始跳进去 开始怎样 开始带着钢盔往前冲 我当然我也相信 这些的一个分析师 事后也不晓得说 今天的一个基牙 竟然会连续十六根的跌停板 但是在当时候 七月二十五号的一个时候 老师在节目上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如果说 基牙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解盲的一个报告 如果是如公司派的一个预期 这么的一个乐观 那么照理说 当天开高之后 应该很快就要能够怎么样 锁住掌停板 但是当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代表这里面有鬼 那么既然的一个有鬼 所以在当天的一个时候 老师就跟他说过 对于基牙PI88 能不能够过关 我要打上一个非常大大的一个问号 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怎样 忠实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既然他有鬼 所以为什么在七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我们要把基牙全数给开心获利放口袋 结果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不只是基牙 连续啊 连续啊 16天的一个怎样 下沙跌停板 到今天啊 还是怎样 持续的一个跌停 甚至包括了一个什么 事情也是一样 当时二老师一再来提醒告诉大家 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以为跌升反弹上来 你就可以抢 结果你可以看到 今天持续的一个下沙的一个跌停 包含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成德也是一样 很多人看到 哇 低档放量反弹上来 很多人带你去冲 结果他不是往上冲 结果他是往下冲 再来包含的一个怎样 合一也是一样 一人一口结果怎么样 咬得更大口啊 结果一路的一个往下跌停 再破底啊 甚至啊 很多人都说 既然原料新药不可以抢 那么医美总可以了吧 结果你可以看到 医美也是一样 照样持续的一个大跌 很多人说医美不能抢 那么我抢什么 我抢啊 医财概念股可不可以 结果你可以看到 泰博还是照样持续的一个下跌 再破底 就算演无料的一个神龙 结果是怎样 神龙百尾越摆越低啊 我相信 每个人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当时候老师基于社会的一个责任 基于分析师的一个责任 我告诉你 你要避开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避开 甚至包含的一个太阳人族群的一个股票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 比如像中美金 在下沙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虽然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反弹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你仍然不可贸然做抢劲的一个动作 因为美国双缓的一个压力 获利不如预期 营运人倍感艰辛 包含着一个什么 包含着一个新日光也是一样 我告诉过大家 仲然很多人告诉你说 跌生了 哇 它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告诉你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绝对要避开 你绝对要赶紧做换股的一个通作 为什么 因为双缓的一个影响 它非常非常的一个这样胜剧啊 第一个不仅啊 未来它的一个价格竞争的优势不在 大陆转单的一个效应不在 而且在全球贸易主义的一个抬头 海外的一个扩展 又要打上一个问号 甚至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啊 不论是中美金 果然就如同老师的一个怎样的一个预期 持续的一个下杀再破底 包含的一个怎样 新日光也是一样 持续的一个下杀再破底 我一再地告诉大家 落底讯号还没有浮现之前 你就是不能够随意来做一个抢劲的一个动作 甚至包含的一个帽底也是一样 今天持续下杀跌停再破底 以及玉京也是一样 今天持续跌停下杀再破底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老师要特别特别推出 缓败为胜的计划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一个手上 可能不幸握有这些的一个 生气的一个类股 或者是握有这些的一个 太阳能的一个族群的一个股票 但是与其你在那边你摆着 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师为什么要特别推出的一个 缓败为胜的一个计划 因为你必须要先解决 你手上持股的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你手上的一个股票 到底可不可以留 还是说你的股票 还有下杀拉回的一个危机 该砍你就要砍 这个很重要 老师不仅是要帮你解决 手上持股的一个问题 而且老师还会精挑细选 两到三档的一个好股票 来加快你赚钱的一个速度 加快你累积财户的一个速度 假使每次你赚三成就好 三次累积下来 你财户立即翻倍赚上来 是不是就可以把你过去所损失的 一次通通给它赚回来 说到这个地方 在之前有一位张小姐 台北的一个张小姐 她有看到老师的一个节目 然后赶紧打电话进来 当时候她手上握有一个志勤 合一还有成德这些的一个股票 然后老师建议她说 你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务必要把它砍掉 当时候她也非常的一个舍不得 她也说老师我砍掉了 我要赔了快一成快两成 我说你现在你不砍 你将来你会砍不下手 结果她听从我的一个建议 后来把它的一个持股 把它砍掉之后 然后换到我跟大家 所建议的一个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我给她建议三档的一个股票 来第一档印华 虽然她不是在7月14号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 就跟上我们脚步 她那时候是在7月30号 7月29号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换掉之后 印华从7月30号64块2 买进之后 然后这样一波大涨上来 8月6号开新获利换口袋 这样马上又怎样 要帮她赚进来 三根的一个涨停板 包含的一个怎样 新汉也是一样 当时候她听从我的一个建议 把她的一个怎样 弱势的一个升级列股把它砍掉 然后买进新汉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结果你可以看到 新汉从7月29号 这样一路的一个飙涨上来 然后到了一个8月5号 52块半 涨停板开新获利换口袋 这样又超过四根的一个涨停板 还有包含的一个怎样 超纵超人在线啦 8月8号她听从我的一个建议 98块布局买进之后 然后一波大涨上来 到8月16号116 她当然没有卖到最高点 因为差一档117块就是亮灯涨停板 卖到116块 开新获利换口袋之后 这样一波大涨上来 也有18%2.5根的一个涨停板 所以她今天她说啊 还好还好当初啊 她有听从老师的一个建议啊 要不然啊到今天 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持续的一个下沙跌停板 甚至再破底 她真的是会欲哭无泪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 与其在这边啊 你在那边你放着 与其你让你的一个错误啊 不断不断的一个扩大 其实这绝对不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因为就像一个刀子啊 像这些的生机类股 这些的一个太阳人的 一个族群的一个股票 就像一个刀子 从空中这样掉下来 但是它落底了没有 还没有落底 还没有落底你在半空中 你伸手你去抢 结果会怎么样 会割着遍体鳞伤啊 那与其这样 你倒不如 你等它落底之后 你真的很想要买 你到时候 我再带你来买 但是现在落底的讯号 还没有浮现之前 你要赚钱 你要缓败为胜的一个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啊 该换就换 该砍就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目前 你仍然或有这些的一个 生机的一个人 或者是太阳人族群 甚至一些的一个 弱势的一个电子股 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处理 你不晓得该买 或者是该卖的 没有关系 你今天你把这个电话把它拨通 沉浸来听你 我时常说啊 我说啊 行情啊 你一定要 要领的亲 要看好面 你要知道啊 到底现阶段啊 整体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行情跟趋势啊 它到底啊 它在涨什么 它在跌什么 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这些你都要了解嘛 当你能够辽若之掌 你能够充分的一个掌握之后 你才不会像五头苍蝇一样啊 一再的重复追高三梯嘛 你也才能够啊 轻松获利 开心赚钱啊 就像啊 在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8月8号的一个时候 当大盘来到半年线的时候 我告诉你 利空加速赶底 随时准备展开 强力弹升的一个行情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行情 就如同老师的规划 开始展开 跌升反弹上来 可是当大盘 反弹上来的一个时候 老师也告诉过大家 市场的信心建立需要时间 老师也告诉大家 上档月经线 还形成一个盖头反压 震荡主体的过程当中 个股表现大不同 你还是要特别特别的一个小心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果然上礼拜五 马上就是拉回来 拉回来过程当中 我还是告诉你 你还是要非常非常的一个小心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 今天马上又开始震荡的一个走跌 那么今天震荡走跌 未来的一个行情 到底它会怎么样的一个演变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看到啊 最近的一个行情 一路的一个跌跌的一个不休 可能认为说 哇后市台股是不是没有行情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么后市台股到底有没有行情呢 老师啊 老师啊都有透过啊 一张的一个图表 跟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个怎样 把后市台股行情的一个规划 我通通通通都帮你规划好了 我通通通通都帮你掌握好了 很多人都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会不会崩盘啊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会 因为崩盘它要符合哪些的一个条件 那么现在有没有符合这些的一个条件 并没有符合这些的一个条件 那么台股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到底什么时候它渴望真正展开一波 绝地大反空的一个机会呢 所以啊 为了来帮助更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啊 可以啊来掌握啊 台股行情的一个脉动 可以来掌握啊 个股啊 轮动赚大钱的一个气息 老师特别在这个礼拜六 8月23号 礼拜六下午2点半 老师准时开抢 在这个礼拜六老师要跟大家探讨 关键转折 为什么我认为说台股最后绝佳大买点 最后的一个回撤即将回现 9月准备迎接绝地大反空的一个行情 那么最后的一个买点到底在什么时候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像过去的加斯达 十根的涨停板 应华八根的涨停板 辛亨四根的一个涨停板 谁是下一档的一个大黑嘛 老师都会在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为了来帮大家掌握盘势的一个脉动 跟个股涨跌的一个气息 今天老师 老师在8月23号下午2点半的一个时间 老师在台北特别举办 一场盛大的一个演讲会啊 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来电20名的一个投资朋友 革命场地会 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绿林会长帮老师来做见证 我们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回来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想现在除了一些做空的一个老师 敢办演讲之外啊 几乎全部做多的一个老师 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敢办演讲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因为做空的一个老师 好不容易啊 从过去8500 8500 8600 8800 一路做空拗上来 好不容易啊 这一波真的是跌下来了 拗对了 当然啊 他们敢办演讲 但是很多做多的一个老师呢 怎么敢办 骂都会被骂死了 谁还敢办演讲啊 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办什么 网路线上演讲 不敢面对群众啊 但是为什么老师啊 为什么敢办演讲 因为我敢大声说啊 我们没有一档套牢的一个股票 我们党党股票开心大赚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这么难操作啊 竟然有一位老师啊 做多而且还能够一档接着一档啊 一路的一个连环开心大赚上来 不论是过去的家世达 6月30号这样啊 一波的一个赚上来 然后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 6月27号老师也送资料 事先跟他做分享 包含的一个怎样 印划印试了得也是一样 7月14号老师还特别开放什么 免费感恩体验的一个活动 7月30号老师还把 五湖林门金标股的一个资料 其中印划这一档股票也送给大家 你可以看到第一波赚五根 第二波再赚三根的一个掌停板 甚至包含的一个怎样 科技新贵的一个新汉也是一样 7月30号 五湖林门金标股的一个资料里面 其中一档的一个股票就是新汉 你可以看到 7月29号带会员朋友布局买进 这样一波大转上来 这样几根 超过四根的一个掌停板 包含的一个超人在线 Superman的一个操纵 也是一样 8月8号带着会员朋友布局买进之后 然后你可以看到短短4天的一个时间 就帮会员朋友 开心赚进18.8%的一个获利 当然这档股票我们全数获利换口袋了 然后包含的一个宏光在线 这一档的一个连接器的一个大厂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8月8号40块带着全国所有会员朋友布局买进之后 然后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事先开心获利出一半 今天还持续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 甚至包含的一个元首级的一个标股也是一样 在8月13号带着会员朋友布局买进 现买现赚涨停板 仅然今天的一个大盘持续震荡走跌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依然是非常的一个强势收在平盘的一个位置点附近 甚至包含的一个平盖股的一个怎样 日月成交也是一样 在8月14号带着会员朋友布局买进之后 你可以看到现买现赚 今天还持续的一个强谈上涨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绩效 大家都看得见 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都有目共睹 我敢说市场上有哪一个老师 敢请他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做见证 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这个礼拜六 老师要特别特别举办一场盛大的一个演讲会 因为老师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不仅是要帮你解决你手上持股的一个问题 不论你手上所握有的一个股票 是什么三级类股的一个智勤啊 合一啊 成德啊 或者是太阳人族群的一个新日光啊 中美金啊 玉金贸德啊 贸迪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啊 然后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该怎么样来处理 更重要的是啊 在这一场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老师将告诉你啊 很多人看到这一波行情 跌跌不休以为没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行情 都在老师的掌握之中 那么关键转折 最后回撤绝佳大买点在哪边 为什么九月份即将迎接 绝地大反攻的一个行情 还有九月份标股抢千串 去加斯达十根 印华八根 新汉四根之后 谁会是下一档的一个大黑吗 老师都会在这一档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接下来的行情 想要掌握下一波的一个标股 非常欢迎大家 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人员 来做一个预约登记的 一个报名的动作 来见前二十名免收场地位 最后祝大家操板顺利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